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三秒 说到三秒这个词 大家肯定是既熟悉又陌生 如果你是一名内线球员 那么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 你在对面的三秒区拼命的要位 跟对方这个肉搏 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位置 队友刚把球闯过来 逼一声哨响 裁判告诉你三秒 但是当你防守的时候 对方都要在三秒区里住下来了 裁判就是不吹 那么同样是在三秒区里 对方为什么可以那么持久呢 对吧 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裁判员来说 尤其是吹一些基层比赛的时候 三秒也是比较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 吹得多了 它会影响比赛的流畅性 如果不吹 在内线又很容易造成争议 那我们今天结合广煞对阵同袭的比赛中 出现了两次三秒为例的情况 来分析一下 临场裁判吹拔三秒的 具体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 首先来完整的看一遍 第一个案例 同袭队的小外援约斯福阳运球进入前场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亚布赛来已经在三秒区内寻找机会了 此时进攻时间还剩下19秒 随后同袭队外线转移球 而三秒区内的亚布赛来也一直没有出来 我们看到广煞队的李春江指导 也是一直在投诉 之后阳是选择将球掉入内线的亚布赛来 在他接球的一瞬间 裁判吹发了三秒为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计时器的时间是12秒 也就是亚布赛来在三秒区内停留了7秒钟 才被吹发了三秒为例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裁判员享受不及时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篮球规则 对于三秒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样的 首先看第一点就是三秒为例的定义 就跟我们大家平时理解的一样 在三秒区里不能超过三秒 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某队在前场控制球的时候 也就是说三秒是在你球过半场之后才开始计算的 但是就现实来说 球场上不可能有一个人他会精确到这个三秒的计算 而且如果你每一个球都精确到三秒钟的话 三秒钟就吹 那么这一场比赛的流畅度和观赏性就无从谈及 所以规则的第二条 它也是规定了三种默许的情况 就是说出现这三种情况 三秒是可以不吹的 那么这三种情况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你比如说第一种 人家都要走了 你还吹一个三秒 那第二种 人家投篮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 你吹了个三秒对吧 那么总体来说 这个规则的精神 还是看有没有队员通过这个三秒 他获益 如果不获益的话 我们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不吹 第三条就是说你怎样才算离开了三秒区 这里要注意 只有双脚置于限制区外的地面上 这样才算 因为我们有一些教练 他可能会教一只脚放在限制区的外面 然后另一只脚在里面 放下去抬起来 放下去抬起来 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算你离开了限制区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刚刚的第一个案例 我们看到亚布赛来确实是在限制区里超过了三秒 这时如果杨选择了投篮 那么这个三秒是可以不吹的 既符合规则也保证了比赛的流畅性 但是后来杨看见了亚布赛来的位置 他没忍住把这个球传了出去 就在亚布赛来接球可以直接上完的时候 裁判吹法了这次三秒为例 可以说实际把握的非常到位 因为他的这一次得分机会是通过在限制区内待了超过三秒而获得的 属于非法获利 这不符合规则的精神 因此这次三秒是必须吹的 但同时临场裁判是等到亚布赛来接到球之后才抢哨 这是为了防止在传球的过程中 有防守队员抢断 那如果这个时候吹法了三秒为例 是符合规则的 但是他很有可能破坏了抢断这个球队的一次非常漂亮的快攻 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想哨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到位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同样是这场比赛的第四节中出现的另一个三秒的案例 这个球给的实际位置空间都不理想 广沙队在前场组织进攻 在进攻记事中显示12秒的时候 苏瑞鱼就开始进入了限制区 在进攻记事中10秒的时候 他有一个向外走的动作 但是他并没有双脚走出限制区 随后他又继续杀入了内线 准备腰位接球 这时比赛的进攻记事中显示时间是8秒 按照时间来看 已经可以吹法三秒为例了 但是苏明辉他又突然改变了策略 持球突破 这个时候他是可能选择急停跳投的 所以裁判没有想上 然而没想到他走了两步之后 又选择了给篮下的苏瑞鱼传球 这时进攻记事中的时间还剩6秒 如果苏瑞鱼接到了这一次传球 那么毋庸置疑裁判将会做出判罚 但是偏偏这个球苏瑞鱼又没有接到 于是双方开始争抢 我们无法确定谁会抢到这个球 此时裁判想上 因为双方的争抢已经造成了混乱 如果说苏瑞鱼在混乱中抢到了球 并且强行投篮 不管是进球还是造成犯规 这都属于非法获利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裁判员的这一声哨子非常的及时 通过这两个案例 大家应该能感觉到三秒这条规则 书上的内容也许不多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而且它难的地方不在于 能不能把三秒吹出来 而是结合实际情况 怎么样咬着哨子不吹 既能符合规则精神和意图 还可以保持比赛的流畅性和观赏性 这才是裁判员的智慧 好 这一期的真才实学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规则问题 或者需要解释的争议判法 欢迎给我发送私信